不會 翻得起 完蛋了 這一部片 完全是拿來嘲笑我的死定盒 成功 欸很好吃欸 靠X 很好吃欸 欸好爽喔 有豬豬欸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嗎 跟著豬走的燒 我們等一下去西邊燒 去吃壞壞的 再來就是你們要進去 肚肚裡了 對吧 Come on 哇 好漂亮喔 有那個 煙霧瀰漫的感覺 我們要開始放了 哇賽 經過了剛剛呢 被枕腹濕的 無情的 拆來拆去 把我的身體都拆開了 蟹殘很多塊 在身體飽受折磨 不能飽受折磨 在身體好好的放鬆以後呢 就是我們現在打算 要去西邊 煮點好吃的來吃 然後去踏踏水玩玩水 那今天呢 要去西邊吃的是 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食物 是最近網路上爆紅的 網紅美食喔 那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也猜猜看是什麼吧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樂樂谷 準備要去踏踏水 還有呢 就是來大旦一下網紅美食 但是現在有一點小小的飄雨 然後我剛剛有收到那個什麼 大雨特報 還有那個洪水警報 所以我先去看一下是不是很危險 如果很危險的話 那可能就決定不下去這樣 但是現在有點飄著小雨 喔 可是這個聲音聽起來很厭拜欸 有點不妙 再去看一下 那個河水怎麼樣 哇 這邊有那種露營的墊子欸 就是可以來這裡露營 所以其實如果能帶一些露營用具來這邊 這個水 我不敢靠近欸 怎麼辦 我怕我手機衝下去 這應該踏的不是水了吧 好可怕喔 天啊 太夭壽可怕了吧 這個真的是水深危險啦 而且真的是有一點點可怕啦 好 我們是安全第一 好不好 那就 我們現在就找一個 現在其實雨停了啦 就找一個路邊來煮我們的網紅美食吧 好的 果然是雨溪的部分 我們呢 本來想說 只有下某某雨而已 應該是可以 升個火 煮個東西 結果沒想到這個雨呢 就是世界霹靂無敵之大 然後我們今天又沒有準備帳篷 所以是沒有辦法 生活煮這個東西的 你看 這個雨真的是大到一個 很可怕 好 那為了安全我們打算要先下山 然後晚一點點 或是明天我們再來找時間生活 然後煮這個網紅美食給你們 真的是 有點扯欸 這個還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好大雨特爆 好洪水警爆欸 快逃喔 哇靠我的天哪 真的怕水 真的怕上生命終結之旅 我們找到了這個 很讚的一個位置 它後面就是 可以生活 我們決定就在這裡煮我們的網紅美食吧 哈囉 喔耶 完成 因為這段時間 大家不是在網路上很瘋一個美食 是什麼 是爆炒鵝卵池 然後呢 我前幾天的時候 我去按摩腳底板的時候 我就經過那個洗手台 我就發現裡面有好多的鵝卵池 我就問我那個幫我按摩師傅 我就問他說 師傅啊 這是鵝卵池嗎 對啊 是啊 怎麼了嗎 可不可以借我拿一點點 我有點想吃吃看 蛤 你想要吃這個 然後他就去跟那個櫃台的那個妹妹 他就想說 欸 我們家的鵝卵池 可不可以借客人吃一下 然後結果呢 他們就 一群員工去幫我偷了一點鵝卵池 這就是今日的晚餐 野系廚房 鵝卵13吃 這個我其實在家裡都已經洗過了 然後我們就先分分量 這是那個 殺西米石頭 然後這是爆香的 這是湯的 我們先分分量 現在我要來做第一道 唉唷 唉唷 可以再來一點喔 白好看就是食物好吃的秘訣 就是要裝飾在上面 OK 好 非常完美 那就淋上去囉 登登登 第一道 生魚片 鵝卵石頭料理 鵝卵石三吃之必一吃 鵝卵石生魚片 好 那我就要 我就要試吃了 各位 講起來都是一個困難啊 你各位 好犧牲喔 很好我們 完成了第一道 不要往後拍啦 那第二道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就是 最紅最紅的一種做法 就是先爆香 然後再把石頭料理炒進去 好 幹好難吃喔 喔 好難吃喔 天哪 爆香最重要的是什麼 蔥、薑、蒜 那蒜頭我們就買那種 已經剝好的 比較方便 然後最重要的呢 是要加辣椒 才會有那個 湯米 然後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 爆香秘訣 豬油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開始爆炒我們的 石頭料理 耶 為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豬油正在融化 謝謝你精辟的解釋 蠻香的耶 那個香味已經出來了 我們的主角要登場了 喔 好重 真的很重耶 不會 翻得去 完蛋了 這一部片 完全是拿來嘲笑我的 死定了 哇 成功 死成功也是有錄到嗎 耶 還好有錄到 蛤 裝盤 這個石頭 很響亮耶 來了接下來要煮的是 我們最後一道 是湯的部分 OK 剛剛呢 還特別不洗鍋子 這樣子我就不用再加一次醬油 好 這是荒謬廚房吧 喔 感覺好像蠻有那verd的喔 還有一點那種醬油的鮮甜 然後最後呢 然後最後呢 畫龍點睛一下 吃貢丸湯 有沒有 是不是 喔 鵝卵食三吃之必三吃 鵝卵食鮮湯 登登 這就是今天的 料理 其實嚴格說起來很香 因為那個豬油是真的很香 但是 我其實不是很 確定為什麼 要吃這個東西 欸很好吃欸 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對不對 就是它那個豬油 然後跟那個蔥薑蒜 爆炒起來 然後重點是 因為那個石頭滑滑的 所以那個醬 然後會剛好裹在那個石頭上面 很好吃欸對不對 很意外耶 就是 有點餓而已啦 只是吃起來有點餓 欸還 蠻爽的耶 有一點老天爺在跟我開玩笑 讓我喝喝看 喔這個湯就是貢丸湯的味道啊 給你們講啦 你們以後跟媽媽講 以後呢 不用喝貢丸湯了 你就買石頭 路邊撿石頭就好了 我覺得應該也不一定要鵝卵食吧 這喝起來就是貢丸湯啊 這兩道味道還不錯 這完全就是吃蘿蔔絲而已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料理 最主要就是吃那個調味料 所以如果你的調味料 做得很足 做得很好 其實是蠻好吃的 所以就是不會飽 然後呢 這可能就是吃完了 可以再給下一個人吃 連銅袋子一起拿回去還給人家 OK 完全 欸 你這一顆怎麼吃完 放在這裡 你怎麼給人家吃完放在這裡 這還人家的耶 這 永續發展的食材耶 真是 壞 攝影師 壞壞 耶耶 好開心喔 跟你們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呢 剛剛我們一路在往三下開的時候呢 發現了這個超級大一間的大阪跟溫泉酒店 那這間酒店呢 是我之前就有在這邊演出過的 所以我知道這裡有很不錯的湯屋跟很不錯的溫泉 所以想說今天沒有踏到水 但是可以來這邊 跑溫泉 耶 終於是一個我最喜歡的行程了 超級愛跑溫泉 這邊是溫泉 然後這邊是冷泉 哇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背 超可怕的 你們有看到我的背長這樣嗎 經過了一整天 痛苦的溫泉以後 終於要進入了我最喜歡的行程之一 太好了 終於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我真的 超級 無敵期待的事情 本來是要去西邊踏水 可是河水暴漲 沒有辦法下去西邊玩 還好 有一個折衷 而且很舒服的方式 花了一點點的錢 沒有很多 大概 一千出頭 但是呢可以作為今天 旅程 美好的Ending 耶 昨夜我的臭豆腐 好燙喔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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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然後散 吃了一個 石頭料理 其實說真的是蠻好吃的 但是呢 就是吃不飽 所以現在超級無敵 霹靂餓 不過呢可以在就是吃晚餐之前 先泡一下澡 然後放鬆一下 我拿的是還那麼爽的 嘻嘻嘻嘻嘻嘻嘻 好開心 泡麵粉是我畢生最愛 好的 那就這就是今天的Vlog了 耶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